寫的程式其实前面都有写过 所以其实我跟各位讲 你就是除了要会之外还要熟练 因为其实程式最常遇到状况就是 之前有同学学过但是用不出来 那用不出来其实最大原因我发现 大部分都是因为不熟练 因为像程式要能够很快地把它打出来 其实也没有别的诀窍 就是多打几遍就OK 而且回圈我们写过蛮多次的 所以这个范围恐怕还要再稍微熟悉一下 然后呢怎么样把资料放在某一个储存格 那这个其实前面也讲过了 哪个储存格第I格 所以这个的话表示B栏 因为它I列嘛 所以I的话会变动从第二到第43 所以等于是这个就是指的是B2到B43 做什么事呢 放一个空的 那意思说清楚的意思啦 OK哦 那底下这个也是同样的道理 把这个公式逐一的放到 这一个储存格里面 那因为I的值会变动 所以它会每一个 第二个放什么 第三个放什么 它会有不同的内容 不同的公式 好那最后的话 如果我今天希望这个做完了 OK那以后的话 我直接清除 重新再来过 那又可以有个新的结果 那接下来主要我们做这件事情 主要是要知道说到底哪一些号码的机率最高 把那个高的排在前面的话 那这个地方我会需要什么 格式化 那所谓的格式化就是说 我希望按照排名 帮我找出那个 就是排名在前七名的 也就是机率最高的那些 那当然呢 你现在这样直接往下卷动 看应该是没问题 第七名之三 然后再往下看 第二名是二十一号 可是这有个缺点就是 你还要自己眼睛去看排名 然后呢 再去找到前面的号码 其实也蛮让 很怎么讲 不方便 所以呢 你假设希望写一个层次 就是呢 让VBA自己去帮你判断 这怎么判断呢 如果这个排名 是小于等于七的话 那帮我把它同一列的 本来一蓝 对不对 把它的A蓝的底色 把它填一个颜色出来 油漆桶倒一下 让我知道一下 OK 那另外清除的话 就是把它的底下的 这个颜色拿掉 无填满 OK 类似像这样 所以我如果按下这个按钮 它自动帮我填颜色 12号 21号 27 28 我就不用再看这边 我只要看这边就OK了 那如果要把底色拿掉的话 就清除掉 这样就OK了 那这个程式该如何撰写 那一样的逻辑 只是说呢 这个程式跟刚刚最大的不一样 就是说 多一个逻辑判断 什么样逻辑判断呢 就是如果 什么条件呢 就是一蓝 里面的数字 假如小于等于7的话 这个逻辑如果维促的时候 帮我把它的底色 填上一个油漆桶 里面填上一个黄色这件事情 那黄色 怎么样填一个颜色进去 那顺便讲 如果你假设不知道颜色的话 你可以这样 其他颜色 那这边呢 你可以选一个黄色之后 按字定 那它会跟你讲 这个颜色的话 在ESAL或VBA里面 它会用RGB来叙述 也就是说 如果你要黄色这个颜色 R就要255 绿色也255 然后蓝色是没有 OK 那其实跟各位讲 这个就是三原色 也就是红色的话 最多就是255最大就对了 OK 那最小就零 所以0到25 总共256 所以实际上 这边总共 可以产生的颜色数量 就是2的8次方 256就是2的8次方 乘上2的8次方 再乘上2的8次方 总共是2的24次方 所以total大概可以产生 1000多万种颜色 1000多万种 也算你调色盘 但是 问题没有人 会需要这么多种颜色 而且有时候 你无法编那么多 所以你就记个 大概就可以 以后如果你要抓颜色的话 很简单 你就倒油漆桶 有没有 然后黄色怎么抓 其他色彩 黄色制定一下 你就知道RGB 该给什么颜色 也就是说以后 如果你写程式 你想要得到什么颜色的数字 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得到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格式化这个程式怎么写 清楚怎么写 首先一样 先到开发人员里面 那我来写一个格式化 格式化一样 就是sub 有没有 sub 格式化 enter 那首先一样 你刚才讲说 你帮我找一个 就是比对一下的范围 是 依然 所以一样范围就是 for i 等于 所以拿这一行复制一下 enter两下打一个内 范围都一样 只是多一个东西 逻辑判断 如果 if 什么呢 依然里面的资料 小于 等于7 所以依然的话 你就打个sales idea的依然 这样的话 意思表示 哦 那个范围之内的 依然的资料 取回来了 OK 我們要找的是小於等於7的範圍資料 如果共一個 then 然後做什麼 enter兩下 打一個 end 語 理論上就會有一個 end 語 所以一樣 有頭有尾 然後邏輯就擺中間 這個就邏輯 如果這件事情發生的話 你才去做底下的事 什麼事 按個 tab 就是把它同一列A藍的底色變成黃色 所以把它同一列A藍 同一列A藍的話 我的習慣是直接拿這個儲存格 來改同一列A藍 把E改成A就好 叫同一列A藍 底色的話 它有個屬性叫interial 所以你點後面 可能要記一下這個屬性名稱 interial 這個就底下 我們剛剛的底下的顏色再點 點color 就是底色的意思啦 我建議你打的時候打小寫 移開如果手字沒變大寫 表示你字拚錯了 我移開應該會變大寫吧 有沒有發現 I跟C有沒有 變大寫 那表示我這樣字沒拚錯 OK interial 等於什麼呢 什麼顏色 黃色 RGB 黃色的話 記得剛剛是255有沒有 豆點255 豆點0 也就是說把RGB的三原色填在這個裡面 那這個就是黃色的意思 好 那我們陳日寫完了 所以各位有沒有發現 主要重點就是這個邏輯判斷 裡面做這個事情 那也就是說 它只要這個條件為True 它才會填顏色 那如果為False 那就跳過什麼事都沒做 OK 所以意思是說 它的關鍵就是根據這個 依然裡面的數值 有沒有 小於等於7這件事 如果有True的話 那就填這個顏色 False 就不填顏色 好 那我們來試試看喔 理論上這樣應該寫完了 執行看看 那你會發現 這個為True 它要等於嘛 所以填顏色 這個為True 填顏色 有沒有OK 好 那再來的話 如果你要恢復的話 那一樣把這一段程式 複製到底下 然後加一個 格式化清除好了 那怎麼清除 其實清除的話 蠻簡單的 主要是根據這個RGB 有顏色的話叫RGB 沒顏色就是加一個XLNUM就可以了 沒有顏色就是加一個XL XNUM 那一樣建議是打那個小寫 你移開的話 如果那個 N有變大寫的話 那表示你這個沒打錯 OK 有沒有發現這個N變大寫 OK 所以我建議 你自己打了之後 一定要打小寫 移開如果沒變大寫 表示你打錯了 OK 就是這樣而已 所以我發現很多同學 程式會出錯 大部分都是打錯字 所以如果你將來 你希望寫程式很順暢的話 不要打錯就好 那怎麼樣不要打錯 可能有一些技巧 常打 再來的話 像我的習慣 一律打小寫 移開如果手字沒有變大寫的話 那你就要馬上知道了 打錯了 沒別的原因 就是這樣子 只要你程式沒打錯 那你寫程式就很順暢 OK 好 那當然了 你這個地方你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把這個邏輯拿掉 也可以啦 因為理論上 你全部都把它變成沒有顏色也OK 不過加跟不加都OK 好 有沒有發現這個拿掉 這個就加上去了 這個就移掉 所以最後的話呢 一樣可以再增加一個按鈕 格式化 出現了 格式化清楚 拿掉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這兩個程式碼雲端上也有 試一下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好